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一样粗心的是台南县的这名体型壮硕的女子 肚子里的小baby都要出生了 她也不晓得自己已经怀孕了 很离谱 她甚至还去药房想要买止痛药来吃 后来因为肚子实在是太疼了 连站都站不稳才送医急救 不到三个小时她就产下了一名女婴 11个月大的留小妹妹长相可爱 个性相当的活泼好动 不停的向妈妈和外婆撒娇 只是她有个小名叫做留意外 原来是她的妈妈怀胎十个月居然还不知道 因为肚子痛跑到医院求诊才意外生下她 这个粗心的妈妈凭着体型就比较壮硕 怀孕之后没有人看得出来 就连自己也不知道 一直到要生下留小妹妹之前 还因为肚子痛狂吃止痛药 到音乐挂急诊没多久就生下了小baby 当时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 我当然吓了一跳 我说怎么可能 她哪里有怀孕 她没有怀孕吧 临盆前猛吃止痛药 还天天到果园搬育芒果 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让人捏一把冷汗 不过还好留小妹妹现在不但身体相当健康 还已经是左邻右舍最受欢迎的开心果